异计的身体被改造成杀人机器 他举起双臂露出藏有暗器的夜窝 只见两把伸缩钢刀快速伸出 瞬间干掉了面前这两位摔男 话说姐妹俩一进入小野公司 就被绑架成为暗杀夏令明的成员 小野威胁他们要想离开这了 就必须杀掉对方 心狠的姐姐立马做好战斗的准备 下一秒就朝妹妹冲过来 善良的小美本不想和姐姐自相残杀 但面对姐姐的攻击她也只能急于反击 一不小心还小赢了一把 两人很快又缠斗在一起 打的是难分难守 姐姐将刀刺入妹妹腹部 失望的妹妹发挥神力重拳出击 终于把姐姐打趴下 显然这场战斗以妹妹胜利告终 两姐妹也从此反目成仇 一同待在训练营练习杀人计 姐姐为了赶超妹妹 净主动提出改造身体